焦心菜单,希望能够关怀焦农,支持在地水果 一大皇家酒店与一大天苑饭店,关怀在地焦农 主要产地骑山区所栽种的香蕉为菜色主角 推出焦心菜单,化化出一道道中西式餐点及甜品 以行动支持焦农与关怀在地产业 让风味绝强的骑山香蕉能让更多人品尝 那我们这附近呢,不管是邻近的乡镇甚至到屏东 都有非常多高品质的农产品 那与其说我们大家将这些水果当成水果餐后的水果来入菜 待会我们现场可以看到中厨西厨还有日料 那他们都甚至推出很多不同的菜色 那我们这次使用的水果不是只有香蕉 甚至包含凤梨荔枝 那因为刚好一大皇家酒店跟一大天苑饭店呢 是我们这个区域最大的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呢 可以来在地的农业跟渔业都可以一起来合作 那这一次我们做的是水果 在下半年度我们可能会跟永安的渔业 也再来做一个类似的合作 将这些我们台湾非常好的农业的产品呢 可以借由我们来推广给各位消费者 这一次我们一共采购了 这一批呢是一千公斤 那这一千公斤呢 我们打算除了在餐厅里头做入菜之外呢 在这一段期间入住客房的消费者呢 住客呢 不管是在楼层的空间 在客房里头呢 都可以享受到我们每天更换非常新鲜的香蕉 南部地区擅长的水果 像是香蕉 芭乐 凤梨 都很适合当时材料理 尤其是岐山地区的香蕉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湿气吹拂 温度调节后 香气变为更浓厚 很适合大人小孩品尝 闷热的天气影响食欲 就让四项味充足的香蕉料理 把暑气逼退 史方新闻洋芸带 简约连高雄才放不到